大家好,我是前線科技人員王元浩 今天我出來代表前線科技人員 呼籲大家支持泛民議員和其他的議員 去逼政府增加contract override 還有加入公平使用 還有用戶衍生內容的條件 那為甚麼呢 那為甚麼呢 我講不出 因為我昨晚純粹 我用了四天的時間去看版權條例 舊的版權條例和新的版權條例的草案 我看來看去我都看不明白 這樣其實呢 加強 其實結果是反映了甚麼情況出來呢 政府根本就沒有用心用力去向市民解釋 還有盡量做好功課 令到市民可以不清楚明白到 到底版權條例到底改了甚麼 那現在那麼多人出來反對呢 其實是政府造成的 因為你試一下 如果你嘗試去立法會去找那些文件 去找那條條例草案 一百四頁 一百四頁 九十幾頁都是一些 廢除 增加 替換 這些字眼 看來看去 跟著看 撈完上面 第一頁撈到底下 再看看到底你收到哪幾條 跟著又要再走回去看 原文 激度痛苦的一件事 前線科技人員在這個問題上的角色是甚麼呢 我們是會著重提供一個公民教育 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會盡量讓大家解釋 從我們這個普通人的角度去看 到底二十三條 這個版權網路二十三條 到底的問題是出在哪裏 還有我們會找其他專家的意見 嘗試去用最簡單的語言 去解釋給大家聽 到底你應該需要知道甚麼 和不應該需要知道甚麼 多謝大家 接著是學 警告 得到 成為人 的 成為一聲 說 表人 他